饮下何锦酒 魏无羡依偎在蓝望鸡怀里 诉说着以前蓝望鸡醉酒的丑事 蓝湛 你还记得听学时喝醉的那次吗 记得 与你有关的所有事都记得 那天 你抹额歪了 你想帮你弄一下 你不让 还说抹额乃重要之物 非父母妻而不得触碰 我说你这么古板无趣 哪个女子敢嫁你为妻 其实当时想到 有个女子要嫁你为妻 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现在想想 也许那时我便开始喜欢你了 嗯 后来 你抱着我睡了一晚上 早上门声敲门 我起来后 你竟滚到了地板上 哈哈 对了 你睡之前 还叫我喂哥哥 嘿嘿 蓝望鸡醋眉 她不知道自己醉了后 竟是如此丑态百出 魏无羡看蓝望鸡不说话问 你不信 这你都不信 你知不知十六年后 你第二次醉酒 你还去偷鸡了呢 偷鸡 蓝望鸡更不敢相信了 是啊 不止偷鸡 还在人家柱子上刻字呢 蓝望鸡发誓以后 再也不能醉了 但她也明白了 十六年后 醉酒她所做的事 都是那些年找寻魏无羡的时候 在云梦听他人讲 魏无羡小时候的事 魏无羡所做过的事 他都记在了心里 醉酒后便陪魏无羡去做了 这些事 你曾经都做过蓝望鸡的一句话 魏无羡顿时眼睛湿润 他明白了蓝望鸡是在追随他的脚步 他想起了十六年后的蓝望鸡胸口的烙印 虽然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还是想亲口听蓝望鸡说 蓝战 曾经你胸口的烙印是不是也是因为我 是 你说过 这个烙印一辈子都去不掉了 那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我 当年魏无羡因为救别人 而留下一个永远也去不掉的烙印时 蓝望鸡无比地生气 但那时又没有生气的资格 魏无羡鼻子发酸 所以你就在你胸口烙了一个烙印 和我一模一样的烙印 蓝望鸡也不否认 是 我找不到你 怕你忘了我 所以 魏无羡心疼得到 蓝战 你怎么那么傻呢 那得多痛呀 不痛 任何痛都不及心痛 这句话虽然说得云淡风轻 但是魏无羡知道自己消失的十六年 蓝望鸡一定过得很苦很痛 幸好重来一次 那些事 他再也不允许发生了 魏无羡缓缓缓转过身 看着蓝望鸡红衣似火 黑发如墨 肤如凝枝 光洁银润的脸颊 眼底的深情 只为他魏无羡一人绽放 此时的魏无羡大红的喜福 黑亮的眼眸 盈盈地向汪着一眼清泉 不点字珠的红唇微微上翘 还是那个朗眉星目 神采飞扬 眼角眉梢尽是笑意 凝聚逼人的少年 二人深情对视 彼此想记住 对方穿着喜服时的样子 二人呼出的气息 能喷洒在对方的脸上 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上爬一样 酥酥痒痒痒痒的 二人身体内一样的燥热感越来越强 蓝忘机揽腰抱起魏无羡 魏无羡顺势搂住了蓝忘机的脖梗 二人依旧含情默默对视着 走向铺着红色洗背的床榻上 相拥倒下 亲吻 从唇到脖梗一路往下 随着往下的亲吻喜福 也一渐渐滑落 直到二人都一丝不挂 请到农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等一下 魏无羡突然响起 聂怀桑还另外给了他一份礼物 让晚上一定打开 蓝忘机仍然不停地继续着 蓝湛 等一下 聂兄还给了一份礼物 在柜子里你去拿 他说是给我们的惊喜 不用想也知道是什么 但是好奇心又驱使着 蓝忘机不宁愿地起身去拿了 一本真品美人图 不过是两个男美人的那种 还有几个瓶瓶罐罐 全是 也许是新婚的原因 也许是看了这些美人图 后来只听魏无羡的求饶声 蓝湛 不要了 蓝二哥哥 你饶了我吧 你不是为哥哥吗 蓝忘机的话 才让魏无羡清醒了一点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蓝二哥哥 我错了 你是哥哥 啊蓝二哥哥 你轻点 二人一直持续半夜 第二日 蓝湿蓝忘机准时醒来了 虽然自从来了乱葬岗 还未曾蓝湿起过 但每天蓝湿就醒了 这是多年来养成的惯 伤未好的那些天 他蓝湿醒了 便开始打坐疗伤 后来二人同床共枕后 他蓝湿醒来 看着怀里睡得甜静之人 舍不得打扰舍不起来 今天他看了看怀里之人 又情不自禁地吻上那洁白的脸 红润的唇 怀里的人感觉了只是娇嗔地哼唧了一声 蓝忘机被这一声刺激到了 再加上早上本来就容易失控 他又开始不停地亲吻抚摸 嗯 蓝湛你干嘛 让我再睡会儿 你睡 不用管我蓝忘机仍在继续自己的动作 魏无羡终于缓缓睁开了眼 蓝湛昨天晚上你还未折腾够吗 昨天晚上是我们的洞房花烛 现在是对魏远道的惩罚 昨天晚上蓝忘机就想惩罚他了 只不过自己的洞房花烛不想提及别人 现在正好算一下账 还想说你真有学问青青和鞭草 绵绵思远道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魏无羡终于知道随便撩拨别人的后果了 好吧好吧 我错了 看在我曾经年少的份上 饶我这一次行不行 蓝忘机 不行 魏无羡 好吧好吧 那惩罚一次可以吧 好 两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 望线二人成婚后 日子过得似堂如蜜 两人白天的时候制作符咒 晚上的时候 时长结伴出去夜列 夜列十二人都在脸上施法 以防被人认出来 夜列收入回来 都交于温情用于乱葬岗的开销 若是穷苦人们需要除虫二人便免费帮忙 当人问起名号时 魏无羡便说 无羡门无羡双侠 渐渐的无羡双侠被人所知 但谁也不知道无羡门在哪 更没有人知道无羡双侠便是望线二人 当然除了蓝锡尘 聂怀桑及乱葬岗上之人 由于魏无羡不方便露面 便托聂怀桑帮忙采买建立无羡门的材料 运至乱葬岗上 无羡门建立在乱葬岗上 在浮魔洞的另一侧 为了把乱葬岗变回曾经的仙山 魏无羡发明了净化阵 无事时便与蓝旺基 一起开始一点一点净化乱葬岗上的怨气 二人在业列中 二人还收了十多名无家可归的孩童 现在乱葬岗上的人更多了 温宁他们开始发数件更多的房屋 聂怀桑与魏无羡合作的吴基格也开业了 生意异常火爆 聂怀桑不止一次上乱葬岗 催促魏无羡多做一些出来 魏无羡每次都以一个人 做不了那么多为理由打发走了 但是魏无羡也知道 这样也不是长久之策 想要把扶元阁做大 产品数量及效果必须跟得上 可是线下又无人可以帮忙 虽然他也交了蓝旺基 但是两个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在不断的冥思苦想下 又发明复制符 一些简单的符咒呀 招音齐呀制作一个都可以用此复制符复制 但是类似封鞋盘 闭鞋串等复杂的还不能复制 因为即使复制了效果也不行 魏无羡更加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天才 这么好的主意都能想得出来 蓝战 我是不是很聪明 魏无羡已在蓝旺基的怀里骄傲地问 蓝旺基温柔地看着他 又亲了亲他的脸道 嗯 况是奇才 魏无羡听了 眉眼弯弯一笑 二人又痴缠在一起 仙门百家都知道 亲和聂氏二公子经营着一家无及格 里面售卖的符咒法器 在夜列中相当好用 纷纷猜测是谁在背后提供的代员 聂怀桑为了不让他人怀疑到魏无羡头上 早早便做了安排 在游玩途中 救了一位受重伤之人 带到聂氏养伤 谁知聂二公子运气好 被救之人 正是报山散人门下 擅长符咒 为了报答聂二公子的救命之恩 自愿留在聂氏三年 制作符咒等 而此人整天戴着面具 更不与人交流 聂怀桑还让自己经营的 聚仙楼里的叔叔先生 开始讲说此事 金光善与金光瑶自是不信 奈何也没有证据 自从知道了未来发生的事 聂怀桑对此二人 更是百般防备